资讯时间,馆长有好康介绍 很多中小企业都面对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坐着坐着坐着 就好像突然之间失去了目标和方向 老板不知道路在何方 员工看不到未来 最后的结果就是辞职走人 就这样放走了好员工 真的可惜啊 可是要怎么样才能够留住人才呢?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要有个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而且最好是可以帮助员工 建造他们自己的事业蓝图 帮助员工赚大钱的那一种 可是到底要从哪里开始做起呢? 今天馆长就给你介绍这个Vimigo系统 它可以帮助你制定公司的使命和目标 然后教你怎么样把公司和员工的利益 绑在一起 让员工把你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 心甘情愿地帮你打工 听起来好像很不错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关于Vimigo的细节 请点击我们的资讯栏看看吧 欢迎收看和收听这一期由Many Cost Marketing为你冠名赞助的风人馆 这一期我们来到了第27集的访谈 这是一档有趣有料有用的访问 你好我是馆长蓝志锋 本期的嘉宾呢是来自执政党的因为有些朋友跟我说 你过去几季你都是在找反对党的火箭啊 公正党啊 你是不是BIAS 你是不是偏邦一变 我说不是 马华跟其他的一些 包括我也有请过乌卿团的这个 他们的职位exco只不过是 在朝的人需要一些时间来调他们的时间表 所以这一期呢 荣幸的请到马华总秘书达兔章胜文 他也是他也是把申港务局的主席 同样的我都会提醒嘉宾说 来这个节目就不要扯大炮 不要耍嘴炮 不讲客套 给我重点 好欢迎你达兔 谢谢你 好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西蒙倒台一年多 就意味着国门上台一年多 也是马华重返不成的这个时间 你曾经是国阵时期的副教育部长 也曾经是政府的成员 那么你如何看待 以前的国阵巴利桑的政府 跟现在巴利桑国盟的政府 有什么差别 两者其实差别很大 前前朝就是国阵的时代 只有我们这十多个政党 包括东马 沙拉瓦 就是全马各地的主流政党 都在国阵的旗帜底下 那么现在这个国盟政府 是临时组成的 也是因为西蒙的倒台 老马的辞职 当时我在重闻那个历史 当时马华第一个战术来说 应该解散国会重选 还政与民 后来第二天国阵接受了这个建议 整个国阵要求解散国会 当然我们去觐见最高元首的时候 最高元首不同意了 他说这个时候又疫情了 他也不希望这么短的时间再大选 所以一直要我们推一个人选出来 当然就在这种情况底下 大家推选了穆毅林 那么国盟就这个情况底下成立了 那马华也在这种情况底下 重新回到执政的团队里面 但是我们这一次回到团队里面 我们只有两个国会议员 所以这一次获得了一个部长 但是有四个副部长 那这次的执政并不是经过大选 像以往那样国阵胜出而执政 所以在执政的这个方向里面 没有像以前那样 我们有一本 我们自己的这个manifesto 有非常执政 这个执政的清晰的路线 所以这个 但是尤其是国盟你看 一上台执政 到现在都面对同样的问题 就是在抗议 所以过去的一整年里面 都主要面对疫情 怎么样去控制疫情 然后怎么样去救经济 所以没有太大的这种 其他的方向 可以来讨论在国盟当中 再加上因为并不是原来的政党 里面有包括一些 前公正党的人 这个土团党的人 包括有一些前行动党的人 也透过这种青蛙的方式 加入了国盟 通过的这个Busato 所以这个执政联盟底下 马华的立场非常清晰的 就是我们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去讨论所谓的政治 这个国盟怎么样等等的 没有太大的内部 跟他们有对立 所以我们非常清晰的 就是抗议和重建经济 马华现在在国盟里面 那么马华缺乏华裔支持 上一届509大选的时候 可能就只有5到8%左右的 这个华裔支持 那么在国盟政府里面 会不会很尴尬呢 如果是换作国阵 继续执政的话呢 那的确很尴尬 因为我们在国阵的这个体制底下 应该是代表华人的 在国盟底下 我们没有因为和国盟的体制里面 去竞选 所以我们没有所谓的代表华人 进入这个国盟的体系 但是同时间你可以看到说 虽然我们只有一位 但是恰恰相反 和国阵以前我说了 国阵之前你竞选的时候 你有这样的责任 来去得到华人的支持 在国盟底下 我们没有这种 之前的这种责任 所以在国盟底下呢 反而很多事情 这个首相也好 整个内阁也好 会去最后跟马华讨论 那么商讨华人的一些事情 也跟印度国家党 商讨印度人的事情 所以变成了 虽然这两个政党 没有像以前那么样的强大 但是反正它的代表性 在现在以马来人为主的政党里面 显得更加珍贵 那么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以马来人为主的政党 应该是国阵跟国盟最大的一个分别 就是现在整个Brikatan的政府 是马来人主导的 那么再加上目前的整个政治乱决 就是三雄鼎立 有国阵 有国盟 还有西盟 以及不属于这三派的Salaya GPS 还有其他Dunline line的小党 比如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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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马华的立足点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乱局 当然也是一个破局 那么破局到什么地步呢 破局到所有政党 好像都能够和任何政党合作 那最主要就是 谁能够集合最大的这个人数 国会议员 成立政府 这个就像欧洲很多个国家 一直以来面对的问题 在民主底下没有一个政党 甚至没有一个联盟 能够单独执政 在这个西盟执政过后 就出现了这个乱象 就是清华乱跳 政党崩离了 和另外的政党结盟了 等等的 所以我相信接下来 就算有接下来的第15届大选 选后的情况 大概和现在查不了多远 选前大家已经蠢蠢欲动了 敌对政党都在所谓的相谈 想要结盟 那我相信大部分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结盟 只是初期的这种谈判 真正的会不会结盟 是看选后 那如果没有一党 或者一个联盟 能够有足够的席位执政的话 那这些free for all了 后面的这种host trading就来了 就像沙巴一样 就是选完了过后 还是要看议员本身 或者政党本身 背后的那种交易 而成立的新的政党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马华必须要非常清楚 马华接下来的509里面 一定要赢至少五席到八席 我们才有稳定联盟的作用 如果我们还是保持一席两席 我们就不在谈判桌面上 那个就对整个执政的团队里面 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 所以如果马华有五席八席乃至十席 对于整个国阵未来的前进方向 就能够有非常重要的决定权 就不至于让国阵全面的崩盘 如果马华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或者国大党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那整个国阵未来的路线就非常的坎坷 好 我们就进入Fast Forward到 这个东西其实我想要留在后面 不过你提起来的话 就直接进入这一个 来接大选的议席谈判 比如说柔佛 柔佛州的国阵已经说 他们启动了议席谈判 那么现在不断有传出来的消息 就是说 巫统可能会抢马华的选取 比如说柔佛的丹中BI 霹雳州的丹中玛丽 马六甲的阿罗嘎加 彭恒的官丹 老乌甚至是文东 那么马华如何去捍卫这些席位 如果现在已经定了 这个目标就是来接大选是5到8 如果能够去到10席的话是最理想的 那么面对你们的有党 就是昔日的这个 还在摆老大款的这个巫统 那么其实马华的底气在哪里 如何去捍卫这一些 原本就属于马华的传统议席 国际内部的讨论已经进行了 应该是三次 这过去的三次 中央级别的 中央级别的 主要是我在处理这个事情 在中央讨论过后 我们还没有讨论到州 州的只是大家成了名单 但是没有深度的讨论 但是国习已经讨论了三次 三次讨论过后 我们基本上就暂时停顿下来 因为过后有非常多的这种政治的变局 最后一次讨论是几时第三次 应该是去年年底 过后就出现Mofakat有问题 然后又跟Brasato有问题 因为这一些讨论 国阵讨论过后 接下来原本的计划就是他们要继续的和Mofakat讨论 然后要和Brasato讨论 这个是一层一层的 他与三个不同的国阵 Mofakat和Brikatan 就跟你讲的 我们就 单单这个执政团队里面 就有三个不同的分组 但是这个政治的变局 怎样去谈 那来分享一点你的一些 没有非常简单 我们作为内部 国阵就是国阵 国阵谈完了过后 你武统要怎样去跟Mofakat谈 那个是你武统跟Brasato的事情 如果不小心碰到一些 已经谈好了的马华的一些意思 比如说阿罗嘎加或者是这个 因为阿罗嘎加现在的国会议员是Brasato 还有丹庸比亚 虽然黄生已经拿回来 但这些席位是 对方都垂言善识的 都很想要拿回来的 那么怎样去 让你知道的就是 在国阵内部的讨论当中 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国阵精神 所以放心 一些我们的传统 有机会胜回来的国席 我们都会撼会 而且我觉得武统 还是非常尊重 在这一方面 但是如果说 接下来有Mofakat 接下来有Brikatan 等等的 每一个政党 可能都要牺牲一些席位出来 包括武统 他也必须牺牲好一些席位出来 要成全他的Mofakat 要成全Brikatan 但是如果没有了所谓的Mofakat 没有所谓的Brikatan 国阵回到国阵 那个情况又不一样 所以到现在为止 进程就在 我们国阵内部的讨论而已 还没有去到 接下来会不会跟Mofakat有合作 还是会不会跟Brikatan 有继续的合作 这些都还不知道 不过现在的情况 就是巫统是跟Bersatu 跟Brikatan划清界限 那么巫统的立场 现在是不是等于国阵的立场 还是国阵的立场 还没有 巫统的立场 他们代表大会所讨论的立场 还只是巫统的立场 还没有带上来国阵讨论 所以你看到MIC过后的 代表大会也说得非常清楚了 他们会继续支持Brikatan 直到大选 其实国阵开始支持Brikatan 成立政府的时候的立场就是这个 所以当MIC提出这个的时候 我们没有很惊讶 这个本来就是国阵的立场 他只是重新阐述国阵的立场 现在闹的是武统 和Bersatu 那你可以 当然你可以有自主权去闹 你们觉得这个 他们对你不起 还是怎么样抢了你的位置 那么你们都可以去闹 但是这个不是国阵的立场 除非带上来国阵讨论过后 国阵觉得这个立场 对我们最好 我们做了这个立场 那么我们就会 根据国阵的立场 但现在为止 还不是国阵的立场 那么马华是维持 国阵之前的立场 就是跟Brikatan直到大选 对 那么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 一席谈判 你刚才说谈了三次 然后最后一次是在去年年尾 那么随着新的局势发展 马华跟国大党 会不会 push 巫统 会不会要求说巫统 赶快召开 国阵的这个会 赶快决定 因为如果大选在8月或者是8月之后举行的话 其实剩下的时间不多 那当然我们不知道怎么说举行大选的 这个一席谈判你 认为应该要快速进行吗 对国阵来说呢 80%以上的 这个一席谈判已经完成了 所以剩下的20% 本来是来保留跟其他的联盟来讨论 那现在就是 其他的联盟就是Mofakat 或者是Brikatan Brikatan应该不太可能吧 没有当时我们所讨论的 所以 政治没有什么 不可能的啦 你要知道 要重新replace那个句子了 其他的事情我们交给武统去做 武统现在内部有 你都知道有好一些不同的声音 所以我们给一点时间 武统去处理他们的家事 他们的家事 只能够等到党选的时候才来解决 那看他们决定了 他们要用党选的模式 还是他们内部能够找出一个真正的立场 再带上来跟我们过正讨论 那么看回去就是 武统在过去两年 就是2018年509大选之后 也起起伏伏 起起跌跌了 好一段日子两年多了 那么你觉得说 现在的武统跟以前的武统 有什么不同 我们就从两个阶段来看 就是509之前的这个武统 还有就是去年洗来灯之前的武统 然后再加上洗来灯之后当政府 三个阶段的这个武统 当然中间那个阶段是最短的 他们当反对的 只有22个月之后就重新回到部闪 那么这三个阶段的这个武统 你跟武统领袖的这个接触 你发现到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吗 那些领袖在思维上 在待人处事上 在其他的这些方方面面 有没有出现很大的转变 转变其实还是蛮大的 一方面呢 当然你说武统在509之前 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政党 首相副首相主要的部长职 都是由他们盖过 他们当然也就是国阵的骨干 这个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的 当然大家有一种印象 就是武统就是大哥 武统就是里面说了算的人 你的确看到有很多事情 在武统代表大会里面通过的议案 就是国家政府的政策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媒体关注 这么多外国使节要需要去看 武统代表大会 当时他们就有这样的一种气势 509过后 作为反对党的22个月 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武统 是表现的最好的武统 所谓的表现最好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思维开拓了 成为反对党过后 和我们进行的这种交流 会面商讨 是跟以往差别很大 第一当然就是大家都不是政府了 没有所谓的国事 政府的事务需要去讨论 第二也没有所谓的你是首相 我是你那个里面 被你委任的一个部长 所以就算是以党对党 可能你还是主流 就好像行动党跟当时的伯萨杜 老马虽然掌控了少的议席 行动党和公正党掌控了大的议席 但是首相还是首相 在内阁里面还是听他的 在会议里面还是他说了算 等等类似的这种政治的现实 那么22个月当在野 大家都在野的时候 我们讨论了非常多 以前没有什么机会讨论的事情 包括比如一些很sensitive的 种族的课题 宗教的课题 教育的课题 可以摊开来讲 以前就是政府 政府就是我们有政府的政策 国家的政策 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 我们照着政策走 很多事情要突破 需要很长的谈判时间 现在放开了这些 所谓的国家政策 政府的事务 我们真的讨论 他也提出他们马来人的看法 我们提出我们华人的看法 有一种感觉上回到去 1957年的那种 三兄弟的那种讨论事情 我们的国政总秘书的那些 早餐 咖啡的那种闲聊 我觉得非常有效 当然那个时候建立了非常多 很好的关系 包括单中BI的普选 单中BI的普选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过去的模式就是 你负责你的 我负责我的 单中BI就是大家一起来 真正的合作 我们进入 武统的结构里面 一起来看他们的竞选 他们派人过来 参与我们的campaign 这些使到 从中央到基层 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模式 所以过后我们就迅速的 和武统建立了 真正的这种 整个国政模式里面的竞选 新的这种方式 但是单中BI过后 你可以看到 这个单中BI选举出来的成绩 冲击了整个西盟 到最后使到他们崩盘倒台 所以单单只是三个多月 这个西盟就倒台了 西盟倒台了 国盟刚成立了 武统就开始出现一点变化了 因为所有主要的主流派 都不在内阁里面 除了Ismael Sabri 其他人都是非主流派的人 进入内阁 那么经过了一年 这个效应开始发酵了 你可以看到 一些非当官派 不断的施压 要解散国会 要改选 当然我们也赞成 从一开始我们就赞成了 但是你要知道 国盟成立过后 就是疫情爆发最严重的时候 就是进入MCO了 4月5月等等的 所以我们一直不赞成 这个时候进行大选 因为疫情还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我们觉得说 等到疫情 现在看的就是我们的疫苗 疫苗如果打了70%左右 大概就有群体免疫 那个时候随时就可以进行选举 当然很多人在传说 8月1号 我们的紧急法令会解散吗 如果不解散 延长 那大选就遥遥无期了 国会都还没有开 解散 解散的话 国会很快就推动 解除了紧急状态 那么推动解散国会 就势在必行 所以这一月一解除 是不是说我们的大选 必定会在8月9月 10月11月进行 很难说 但是我相信 武统在这一方面 现在的领导层一定会推动 来要求解散 配合现在的反对党 大家都想重新夺回这个政权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对国家是好的吗 我们不是说要 今天要把这个政府 延长他的性命 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 让疫情可以可控的情况底下 而现在有非常明确的 可控的情况底下 就是疫苗接种到了70% 也就是明年的3月 根据原来的这个plan 我们希望说明年的3月 有了这个可控过后 我们也赞成解散国会 毕竟最重要的是 让人民重新选择 到底要谁来执政 是对这个国家最好 他现在普遍的想法 就是不管是 大选在8月之后举行 还是明年6月之后举行 明年9月之后 之前举行的话 情况很可能一样 就像刚才你所说的 没有一个政党阵线 可能会获得过半的议席 那么到时 Open Forum 到时还是重新的去谈判 针对谁要组织政府 那么这一些可能比较遥远 那么回到来 马华比较能够掌控的就是 你们做好大选的准备工作了没有 除了一些比较 不能够掌控的因素 比如说议席的谈判 大选的这个日期 那么对选区的耕耘 还有潜在的候选人 因为过去马华跟武统一样 同样都面对一些 地方的这个诸侯 一个区会主席 可能做了二三十年的区会主席 然后如果要派新人进去竞选的话 可能要从直部开始做起 所以这些情况其实马华做好 迎战大选的准备了没有 我是在去年大概七月八月 受委这个GE15的委员会主席 我们就很积极的在备战 当时我们是预计说年底可能就大选 后来可能说三月就大选 现在看来三月已经过了 可能是八月或者六月八月大选 但是我觉得时间的这种延长 对我们是有利的 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准备 我们现在面对最大的问题 就是中央准备好所有的一切 但是要推行非常难 因为都在MCO的情况底下 我们不能够跨州 地方上也不能进行太多的campaign 疫情还在 那么就算你去拜访很多人 人家也很担忧 也不想有群聚 政府也不允许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拖延了我们准备的工作 但是中央的准备工作没有停止 所以我们说对于一些重点选区 我们是准备的还不错的 所以随时可以迎接大选 我们不像以前那样 放开全国四十个国 九十多个州 这样的一种气势来竞选 我们知道这一次 我们必须要把握好 赢多五六个国会议席 可能七八个州议席 让我们重新找到了一个桥头堡 再重建这个党 那么这比如说十个国席 跟可能十五个的这个 州议席是你们认为说 有七八十巴仙的这个胜算的 这些议席都已经 确定下来了 大概候选人都有 都有一定的这种名单 就是等总会长 最后 这一些人的这个平均年龄 是属于中生代呢 还是以往的老康康的那些 你会看到有很多新人 总会长是非常积极的重用年轻人 我刚才说了 我们现在马华总委会里面 百分之三十是年轻人 在以往没有出现过这么高比例的年轻人 出任这么多重要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仲先局 我们今天的insub 或者我们的一些局主任 包括我们的一些党的发言人 你看全部交给年轻人 虽然他们经验不是很够 他们的那个布光率也不高 但是他们都在努力当中 党正在很努力的培养他们当中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的 不只是现在眼前的这一战 而是未来马华重新站起来 需要的这种养分和人才 我们都在培养当中 那么你本身会继续留在审美栏吗 还是有媒体传闻说你会去彭衡 这个一切都还过早 还过早 大概要什么时候才知道 当然所谓的过早也差不多了 我差不多了 因为现在我们说真的 你应该要开始在你的选区里面耕耘 你要上阵的地方 对对对 六月八月的话 我相信就非常明确了 再多一个月吧 老吴 嗯 老吴 还在叮咛到那个 对还有 还最后等老总敲板 OK 好 那么刚才有提到国阵的这个框架 经过了509之后 那么现在又重新回到去政府 你觉得说现在国阵的框架 需要进行改革吗 因为国大党已经表达他的不满 而且我发现到一个 很罕见的情况就是 国大党的代表大会在巴胜召开 那他既然没有请国阵的主席 Zai Hamidi 反而邀请首相姆医定 当然是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视讯的方式 这其实已经是很明显的表达出 其实Vicky他是不满Zahid 那么他去请 不不不 是不是四刻这样来解读吗 不是不是不是 他有请 他两个的有请 但为什么Zahid没有来 Zahid没有来 他也没有派代表 Zahid没有来 所以为什么国大党很不满意 Zahid不来 很大可能也因为他请了母义令 可能我不能 只是我个人的解读 所以这个都是 不是媒体所看到的如此的 所以是最后的情况有所改变 所以这个就是你说了吗 武统他可能不能够接受 为什么我的有党 就是成为国阵里面的大会 请了现在国盟的主席 应该说Bersatu的主席 来进行 Different Capacity PM 对 国大党的想法就是 我是在国盟政府里面 请首相来是 和亲和理 可能对武统来说 武统主席来说 他不能够接受 因为他刚刚在不久之前 才明确的要跟Bersatu切断关系 所以这种都是 我觉得 这个时间上 配合到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刚刚说 不要跟他们合作 你这个大会就邀请他来讲话 所以当时就出现了这种状况 所以为什么武统也不满 国大党也不满 那么现在 这两兄弟都不满 那么其实马华是可以扮演 从中斡旋的角色 是是是 正在努力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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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 国阵的这个 OK我们撇开这个 小事情 就是国大党的这个代表 到底请母一定来开幕 那么国阵的框架 需不需要改进 需不需要说 配合现在目前的新的这个局势 国阵应不应该要去调整 他的这个框架 或者 他的框架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人的问题 两者就有了 我觉得人也有问题 框架也有问题 OK我们先讲框架 本来就应该改 我还记得509大选过后 国阵进行了一个 交给凯利 主持的一个会议 所有的陈典党 包括萨巴拉 萨多瓦的政党都有来 我也代表 马华 出席了这个检导会议 当时我们就提出了非常多的检讨 我还记得 这个KJ整理好 我们的报告过后 他说我现在就去隔壁房 见Zahid 和他报告这个事情 好 这个会议过后 就是进行五统党选了 五统党选 凯利突然间宣布竞选党主席 然后就变成 这个非主流派了 所以这个事情 所谓的改革就停顿下来 后来GPS就脱离了国阵 成立了GPS 这个是后话 所以说当时就已经 国阵就应该做出非常多的改革 当然 我刚才所说的 在22个月成为反对党 剩下三兄弟过后 这个感情是非常好的 我们的这种交流是非常融洽的 直到我们又回到去执政单位 主流派又不在政府里面 所以这种情况就有点尴尬 他们的内部就出现了一种 说主流派不当官 非主流派成为部长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还在推动国阵的改革 其实如果你有根据 这个新闻的报道 你可以看到说 马华国大长都提出了非常多的 这种建议 其实我们应该要修改 我们的党章 国阵的党章 但是因为碰到了两个代表大会 现在又出现了这种 气氛不太融洽 所以我们说让你们多一点时间去 我们去协调 过后我们再来召开我们的国阵会议 那么在2018年完成的 凯瑞完成的那个报告里面 他的中心点或者是他的亮点 他的改革亮点在哪里呢 马华提出的 我代表马华所提出的就是说 不能够继续让外面有这种这样的印象 就是一党独大 不能够所有的主要的位置 由武统来概括 他应该作为一个联盟 一些主要的位置 应该是由不同的政党来担任 包括我说 就算是主持会议过后的记者会 这种座位的片排 都是以武统为主 其他的就是在旁边 我说因为是这样 都非常展示住一党独大的这种气势 但是你也需要其他的 政党来成立政府 经过了这个509过后 他们更加能够理解 武统单独是不可能执政的 他们一定要靠有党 以前都是靠沙巴沙罗 包括马华 或者是民政党 其他所有政党 所贡献的国会议员 你才有三分之二 就算没有三分之二 能够执政也要靠其他政党 来一起执政 所以他们必须了解到 曾经有一度狂妄的一些代表 在国会里面曾经 如果我没有记错 有说过 我们武统单独就可以执政 我们就超过一半 这个年代也不可能再回来 就算回来 也是一个非常弱势的政府 随时可以倒台的 所以我相信 经历了这个武统的领袖 应该要非常理解 国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一个结构 一个好的联盟 不要因为你要继续成为老大 就把其他的有党看清 这个并不是为了应该要走的路 我相信一些好一些中生代 新的领袖都非常明确了解这种趋势 可能一些比较老牌的 还需要时间去接受这个新的概念 那么你现在是马华的总秘书 那么你有很多机会跟时间接触巫统的 这些领袖 不管是全国级的 还是一些中生代 那么你觉得 哪一些的巫统中生代领袖 是华人社会应该要关注的 比如说巫军团长阿萨华吉蒂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巫统中生代Rising Star 就是后期之秀 应该要特别留意的 我想对于华人社会来说 KJ是其中一个很受欢迎的 Hishamuddin当然也不错 Sharlil 现在的Kotobanarangan 也是非常优秀的 Sharlil Hamdan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无情团里面有好一些 非常不错的领袖 但是往往这些所谓不错的领袖 就是我们觉得不错的领袖 在党内都不容易的 不容易冒上来 因为你看KJ KJ有一次在他代表大会里面 被他的中央代表 Wu 说他是一个Bondland 就是不够强硬 我觉得KJ的回应也很好 你要说我Bondland是你的事情 我们没有必要再走回那种老路 就是高举马来人特权 什么Kris等等 那个年代已经过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要抵挡这种党内的声音 要成为党内popular很容易的 你高喊这些肯定就有铁票 但是要喊出这个国家的高度 就真的需要一些有勇气的政治人物 同样的在马华 要改革真的也不容易 就像我们之前所讨论的 开放了一些非华裔的附属党员 党内就有很大的反对声音 这些都是非常能够理解的 但是改革总要经历这种突破 所以我想说武统里面有好一些中生代 或者年轻一辈的 在当中BI补选就可以看到好一批年轻人 武统的 讲得非常流利的中文 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你可以看到能说中文的马来领袖越来越多 这种思维上的改变是非常大的 所以并不是一些人担忧的回教党来到了西海岸过后 会不会说继续的壮大什么等等的 我想回教党这一次回到政府里面 扩别这么多年 其实你曾经在政府里面 这一次回到来 也是让回教党打开他们的眼界 执政中央和执政吉兰丹 邓家楼是两回事情 而且西海岸的马来人跟你东海岸的 这两个州的马来人 思维也非常大的差别 所以一些言论 你可以在吉兰丹 邓家楼高喊 得到很多的掌声 但是你来到西海岸 雪龙霹雳 甚至柔佛 马来人会破口大吗 所以今天的这种民族的思维 其实已经开始改变了 所以多元的这种价值 已经开始慢慢的被接受了 当然还是有市场的 高喊马来人特权还是有市场的 高喊华人的权益也是有市场的 但是我们真正的要突破这种 这样的框架 拿到一些廉价的支持 而失去了对国家未来发展的这种 这种宏愿跟高度的话 我相信这个国家也走不出这个框框 所以我一直都说 509打破了原来的这个格局 当然它现在是震动 震动时期 这个震动还要延续多一个大选 但是换回来的就是 老一辈的这种思维被打破了 真正的希望中年 或者更青年的这些领袖上来 不是嘴巴讲多元 而是真正的在他思维上 在他的行为上 在他未来施政的这种情况底下 都是展示多元 那么你刚才有特别提到的 就是我也想要问的 就是伊党的情况 那么伊党现在 他有三个部长在国盟政府里面 那么马华只有一个部长 那么伊党 当然我们知道说伊党 其实他的这个伸缩性是很大的 从他过去 曾经在70年代跟国阵在一起 跟巫统在一起 然后后来被国阵开除 之后跟四六金生党 跟多库拉萨利在一起 然后有两个阵线 嘎嘎山跟这个阿布 然后99年成立 巴里山 alternative 然后之后呢 巴卡丹拉亚 他都能够跟所谓的政敌合作 不管是巫统 还是行动党 还是公正党 那么现在伊党 已经从一个东海岸的政党 走向全国 迈向西海岸 甚至要往南马 往深美兰 柔佛 马六甲那边去发展 那么说 来届大选 巫统 伊党跟土团党 这三个政党都争取马来票 所以 很多人都很担心说 这三个政党都在竞争 谁比较马来人 谁比较伊斯兰 那么这些竞争 会不会让国家 走向更种族化 更单元化呢 当然这个担忧是存在的 因为我说了 还是有市场的 当你卖种族牌 或者宗教牌 它有一定的市场 但是你可以知道说 从过去的大选 回教党要单独 胜出一些席位是不可能的 但是要破坏你是绝对有能力的 搅局 对 马化在好几个席位 就是因为回教党的搅局 我们输掉了当中BI 输掉了当中Malim 输掉了文东 输掉了牢 这些本来都是生的 如果你摊开这个成绩来看 就是因为回教党拿了那些票 迟到我们输了 败得下来 分裂了这个马来票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如果回教党这一次不来搅局 那么 一对一的情况底下 我们还是有信心 已经多点席位的 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那些 五席六席甚至十席 但是如果你说担忧 回教党的势力去到了西海岸 只要没有华人的知识 在霹雳州 在雪龙 甚至在马六甲柔佛 非常难站立这个角度 因为他的那个真正的实力还没有到 但是你刚才说的对 就是回教党 他是非常有伸缩性的 而且他不跟你争一时 他是跟你争千秋的 他的目标可以放到五十年以后 甚至一百年以后 我现在不跟你争 你看沙巴的情况 就非常令我看得出 回教党的这种伸缩性 到整个谈判过后 他可以完全退出 虽然他已经加入了国盟 他可以完全为了所谓的胜选 他退出 退出过后呢 换回来的是一个委任的 换回议员 州议员 对吗 那他就在沙巴立足了 他只需要一个点 就从那个点慢慢的去耕耘 那么慢慢的发芽 可能真的到最后 拿下了一个州议席 再从一个州议席 慢慢的变成三个州议席 到最后变成一个国会议席 那比如说他进入 这一个一些地方上政府 他只需要你给我一个四亿元就好 我有了一个四亿元 我有了一个立足点 我就从那一边可以慢慢的耕耘 这个是我看到回教党 他很有耐心 很有耐心 他不跟你争这个时候 我可以让给你 我只要换回一个点 就这样的一个点 一个点 那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政党 非常有远见的一个政党 当然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强的 生命力的一个政党 对我们来说我们很担心 你的这个墙会不会让这个国家走向一些种族 或者一些宗教的一些极端 这个是我们大家所担忧的 但是如果你说我们没有基本怀疑的支持 他在这一些西海岸 包括一些城市的马来人 大概的那个支持率不会让他胜选 只要我们不支持他 单靠他的基本基层力量 他只能够在东海岸有把握 现在当然他经过上次跟西蒙在一起的时候 在行动党大力的支持底下 他落户了好一些城市地区 包括在霹雳州 而且推举两次推举他出任这个州大臣过后 他有一定的势力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候给了他很大的力量 来到了这个西海岸的各地区 所以你看他在东马 沙巴沙拉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 那边是不会接受以宗教为主的政党 在那个地方胜选 所以同样的 我们有担忧 但是我们相信说 这个争取马来人的支持 谁比较马来人这个情况底下 单独回教党是没有办法在西海岸 胜出这个主要的席位 尤其是这个Mexic 那么马会尴尬吗 就是现在你们跟伊党都同属一个国盟的政府 一起当官 那么再加上华社现在对伊党越来越担心 而你们跟伊党又是工作的这个伙伴 当然不是盟党工作的这个伙伴 那么如何去回应这些华社的担忧呢 第一我们刚才你说的 我们并不是这个合作的联盟 我们不在Brigata National里面 我们也不在Mafaka National里面 但是你们在内阁里面 但是我们是在工作内阁里面 所以非常清楚 就是国政当时支持母一定成立国盟的时候 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支持国盟直到大选 所以现在是工作里面 那我们在里面的重要的角色是什么呢 就是确保内阁不会有出炉这些奇奇怪怪的政策 不会有任何的这种 我们以前马华就非常反对的政策在里面执行 这个是我们的职责 除了推动一些我们要推动的改革以外 我们也要确保国盟政府不会走向这种极端的路线 虽然现在以马来人为主的政府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还没有非常走极端的路线的这种迹象 这个也是我们看到可喜可贺的 那这个现象要怎么解读呢 我个人的解读啊 西蒙的时候 华人 印度人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力量 这个政府可以守 可以看起来是 最多元的政府 就是最有各族支持的政府 应该说马来人支持力量并不是太大 反而是得到华人和非马来人的支持 力度上台的政府 这个政府就我们说trigger了马来人的这种担忧 他们觉得马来人失去了政权 包括老马 老马一上台过后 就开始拉拢武统的人跳打 就是希望说壮大布萨杜 最后他不是发出了这个豪源吗 就是希望所有的马来人都是under布萨杜 就是回到去当年武统的那种事态 就是马来人的债草力量是得到马来人的绝对支持 那我就能够确保马来人的权益 这个思维就是这样一条线下去的 但是因为西蒙里面得到马来人的支持率不高 所以当时他很多事情就很容易被挑起 马来人的这种不支持的力量 包括公务员里面也有很多一种不同的声音 现在换回来以马来人为主的这个政府过后 你可以发现到他们现在很relax 在他们很relax 没有受到挑战的情况底下 他很愿意 他也看到多元 他很愿意照顾其他的族群 他推动很多这种在疫情底下的这种协助 也不分种族 只要你符合条件的 他全部都帮忙 所以我相信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多元的种族国家里面 这种是很微妙的政治现实 当他的主权被挑战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现在的反应又是如何的 这个跟我观察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自政的时候 有相同的这种方式 就是奥巴马当任总统的时候 黑人受到攻击是非常的高的 而黑人受到攻击的时候 奥巴马是最后一个法人 他是一个最不愿意站出来抨击的人 因为他如果第一时间站出来抨击 人家就会说你这个黑人总统 是帮黑人 这个情况就跟林冠英做财政部长的情况一样 林冠英当了财政部长 他第一时间就担心别人把他认为是华人 他第一时间就站出来说 我不认为我自己是华人 我今天拿到这个位置 如果是因为我是华人 我宁愿不要这个位置 他很快的要洗脱他作为华人这个形象 所以事事都在讨好马来人 给非常多的拨款 回教这个发展事务 很多马来人的这种 以前他们抨击的所谓的class F 国大 主要的这些一定要给布密 这些他完全没有改过来 而且是不断的强调 我们会延续这种政策 主要是因为说 他担心他自己被视作是太华人的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种这样的情况 你真的当权了 你敢去处理这个事情 你反而不敢去处理这个事情 因为你的这个权力 大到说可以影响整个国家的体制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政治的博弈 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里面 和当时美国的情况有一种 异曲同工的这种效应 那么马华现在在国盟政府里面的 那一个位置会比之前在国阵舒服吗 肯定没有像在国阵里面那样 国阵里面就是我们国阵就是政府 我们的讨论出来的就是政策 现在我们的讨论出来并不是政策 还要带进去内阁里面 当然国盟那三个政党所讨论出来的 也不一定是政策 虽然首相的智慧 super powerful 但是还是要带回去那个 所以现在没有所谓的谁真正主导 大家都要学习聆听 对对对 但是当然Busatu他有他的这个强大的资源 主要的部门首相都在他手里 又没有一个副首相来作为一个balancing 这个可能可以看出他的智慧 但是他也知道他面对的就是 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府 所以他必须要聆听所有人的声音 所以这个对国家也好 也有不好的地方 好我们来聊一聊马华的这个情况 马华在三月初通过了修改党章 招收附属党员 刚才你有略略提到 但是这一个改革呢 其实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反应 包括一些评论人也觉得说 这个其实是出窗粉丝 非华人应该不会选择马华 马华可能是在list里面的最后榜末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一个改革 是不是要顺应多元政治呢 我想这个并不是第一次提出的 这个在2013年的党选购 就提出了马华的转型改革 当中也提到了这个附属党员 那附属党员也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 其实武统很早都有附属党员 也有华人 也有印度人加入了武统 成立了他的附属党员 Busato当然也是 也是最近改变了 因为要接纳PKR的一批人 所以这一些附属党员 我相信是一个趋势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所谓的不被看好什么等等 这个也是一些华人的评论员 很奇怪的想法 难道武统开放副主党员 就一大票的非马来人加入吗 也没有 难道Busato有吗 也没有 也只是那些当官的跳过来 作为一个平台而已 我们都知道说 如果我要加入一个多元种族的 我有期待的想法 为什么我要加入你这个 大家都明白这个现实 但是也出乎我们的预料 当我们第一次宣布改革 就是我们在代表大会上通过 其实不是这个代表大会上通过 2019年的代表大会就通过了 我们是刚刚在3月份 拿到ROS的批准信 所以我们才公布 我们可以正式遭受了 过后我们加入了会长理事会 讨论的那些里面的 怎么样遭受 怎么样处理 表格等等 这些过后我们就公布说 正式可以招纳 我们在去年修改党章过后 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有好一些人来找我们 好一些马来朋友 印度朋友 在各地的都要加入马化 真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 当时我们一直不能够开放 因为ROS还没有批准 他们是没有党的背景 当然也有一些有党的背景 有一些没有党的背景 好了 你就问为什么这些人 有兴趣加入马化 对啊 我也这样知道 对我们也很想知道 为什么你想要加入马化 他们是年龄层大概是多大的呢 青年中年都有 青年中年都有 都是属于中产阶级的 城市来自城市地区 城市也有一些地方上的也有 一些其他政党失忆分子也有 这些说我在那个政党 这个政党是糟透了 我还是觉得马化还是不错的 他们想要加入过来 当然我们也设定了这个 说如果你有其他的党级 我们是不会见到你的 我们不希望说你是各边踏船的 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 所以我们也没有设定一个什么目标 要什么时候要招募 死亡大军 没有这个 包括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说 一个政党最需要的是很多的党员 这个年代已经过去了 一个政党需要的是更多的支持力量 而并不是更多的党员 更多党员进来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当然你愿意加入 这个认同我们的斗争 加入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但是如果是为了一些帮派 什么等等的派系而加入的话 那对党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好一些专业人士 其实过去也见了总会长 也见了我 都和我们在聊 这些想加入的专业人士 他并不是说你开放了 有放吗我要填 不是 他是找我们谈 马华是个怎么样的政党 我有兴趣 但是我想知道我加入进来 我可以怎么样帮助到这个党 How to contribute to the party 所以在这种这样的犯局 还有见面里面 我们发现到 我们这个路线是对的 因为这一些马来人印度人 和你讨论事情的时候 你本来马华一直说我们走多元路线 这些就叫做多元路线 他会提出一些我们之前没有看到的一些盲点 甚至我们一些去不到的地方 以前都要交给武统去处理 或者交给国大党去处理 这些我们都如果有这些附属党员 他就能够开拓我们自己的一些知识力量 还有版图 就有更多人帮我们说话 并不是老马 得空不得空就杀出一句说 马华是极端的 马华的党歌是唱华文的 这是很奇怪的吗 你来帮我们开幕了22年 你不懂我们的党歌是用华语来唱 所以这些都是很多政治的术语 要来打击马华 第三点就是有了这个 的确你不能够再用种族来标榜我们 我们有了其他的附属党员就跟Brasadu一样 就跟其他政党一样 就跟PASS一样 PASS的这个就比任何政党做的更好 他的那个Dewan 对 Dewan不要控 甚至最近的这个主席也被推荐成为上议员 他们也可以出来做候选人 也出任县市议员 这个所以我说回交党在处理这个事情 真的实在太厉害了 其他事情他保留 但是这些他可以打开他的很大的局势 所以我相信马华通过这个改革的模式 也希望打开了我们的这个视野 也要改变我们这些基本传统思维 所以我们说要耕耘一个华人的这个市场而已 是不足够的 这个政党在现在的新的马来西亚的这个政治环境底下 他必须要有能力同时兼顾到其他不同的族群 才能够作为一个真正的现代马来西亚政党 我想马华这个改革是一个初步 他还有很多路要走了 当然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但是你看到马华过去509过后 甚至308505 每一届的大选过我们都进行很多内部的讨论的改革 外界可能不知道马华改革的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只有改革到这个点上 好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包括我们自己的党员 包括评论员 包括媒体 因为这个消息 我就接受了好多的访问 包括马来媒体也要访问我们 包括我们的武统朋友 也问 媒体也访问他们 说你们现在召开附属党员 他会问回我 我要怎么回答他们 我说我好回答你自己本身也有附属党员 对吧 所以我说 这个证明我们 we push the right button 我们这个改革是对的 对到什么呢 对到党员有一些感觉到新鲜 有一些感觉到痛 媒体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一个记者打来打电话跟我聊了很久 我说你到底是不是马华党员 他说他不是 我说为什么你对我们这么有兴趣 而且他是有一种像glill的感觉 在盘问我 他说没有吗 因为你马华是唯一的华人政党 又是我们老白政党 所以我们有点担忧 我说连媒体朋友也出现了这种 不知觉的这种担忧 我们就觉得这个改革是对的 不然之前我们所有 我们认为很重要的改革 对华人社会 对媒体朋友来说都是无管痛痒 那是内部的事情 这个事情好像改革到了 牵动到华人社会的 或者牵动到了一些政治的 这个版图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接下来的 我们还会加大力度在其他的部分 做出更大的改变 哪一方面的改革加大力度 包括我们的这种竞选方式 包括我们在下面的怎么样的耕耘方式 不能够再还是老套的那一句 包括我们也很努力在 在改变我们的这个 social media的presentation 我们的这种在年轻人的经营方面 这些都需要很大的改革 这些我们也为什么说 吸纳了那么多年轻人进入党内 就希望用他们的方式 他们那个理解 他们跟他们的同文层的对话 能够让党做出改变 要不然的话 我在上一期还是青年团 现在我已经属于中年 已经很难跟20多岁 10多岁的人沟通了 他们的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了 所以我们不能够一直 我相信现在能够理解 为什么以前的领袖 一直觉得他们还是很relevant 因为他们当时出来就是很relevant的领袖 但是做到上面 他还是以为他很relevant 其实下面已经改变到完了 应该真的要不断的交给新一代 新一代 你这个政党才能够不断的前进 那么马华是纯华人的政党 那么随着华裔的人口不断的下跌 从独立初期的30多巴仙 然后跌到现在的23巴仙 那么接下来人口 华人的人口比例 虽然人数有增加 但是比例减少 华人政党还有这个前途吗 尤其是现在当大家都在讲 多元种族的政治 那么种族的政党 特别是非马来人的种族政党 不管是马华也好 还是国大党都好 其实你怎么看这些种族的政党 是不是应该要往 现在走的开放门户 附属党员从这一步开始 你问我我就认为是了 对不对 因为马华已经开始 有了附属党员 但是我还是认为说 这一些华人政党 或者马来人政党 或者印度人政党 它不会消失的 就像我很多年前 在一场辩论上讲过 种族是不会消失的 你可以用很大的这种大爱 或者说民主什么等等的 种族和宗教这两个议题 就算现在的美国 所谓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 种族和宗教的议题 依然存在的 好了 当这个种族跟宗教的议题 依然存在的时候 并不是说 我们这边还有一点市场 我们还可以继续更新 不是这样 我们还是需要带领 这一些族群 去继续的对话 继续的去减低 很容易出现的摩擦 我们也要有能力的 去保护少数民族 这个就是马华 存在很重要的一些力量 有一次我被媒体问到说 以前马华都带领着 在国阵里面成为一个 中庸的力量 现在没有这个力量 看来萨巴萨罗 更重要 我说对 马华现在没有办法 扮演这个领导中庸的力量 我们真的要靠萨巴萨罗 甚至他们扮演的角色 也非常重要 确保这个国家 不走向任何的极端 无论是宗教极端也好 种族极端也好 所以这个总要有人去做的 有一天 如果我们又回来的 我们又得到了华人的支持 我们还会继续扮演这个力量 我们并不是拿着华人票 去种族对抗 我们是拿着华人票 去种族对话 是使到这个国家 走中庸的路线 这个也是我们以前 拿到华人票 一直在扮演的角色 让这个国家 不会走向任何的极端 当然这个改革 还是需要有人 继续去扛这个位置的 所以并不会说 因为华人的比例下降 它就消失了 不应该有存在这个政党 华人不会把力量交给你们 反正会交给一些 多元种族 或者是马来政党 它也不一定会 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我认为 在甚至我可以预计的时间里面 这一些力量还是存在的 马娃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 但是马华之前 我不晓得说现在的情况如何 之前就被批评为逃离政治 然后出现内卷化的情况 就是没有增长的这个情况 很尴尬的情况 那么现在马华还有在逃离政治吗 还是说这个词其实不恰当 就是所谓的逃离政治 就是以前的领导人 比如说办了一些跟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说终身学习 但是其实对一个政党来说 这些工作不应该由政党来做 是由其他的 比如说公民社会NGO 或者是华团来做 政党就应该要有政党的这个样子 有政党的这个角色跟功能 那么现在马华的政治的情况是什么样 你可以看到509过后 我们已经基本上没有办太多的这种民间的活动 当然这个当然其中第一是我们不执政 第二就是我们已经要回到去原本的斗争目标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过去那两年 讨论了很多陈真禄的这个思维 还有他的理念 这个就是党的很重要的一些政治斗争的一些基本盘 我们的想法 当中有一个陈真禄思维里面非常清晰的就是什么呢 因为陈真禄思巴巴 他也不会说中文 但是他却代表着华人去跟英国人谈判 跟马来人谈判 这个就是马华一开始诞生的一种使命 到今天马华还是视这个为很重要的使命 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中庸的这种力量 使到这个国家不会变子 那么他也说了 马华成立并不只是为了华人 是为了全马来亚人 所以马华本来就不是一个种族性政党 它结构是一个种族性政党 但是思维从来并不是一个种族性政党 他一直都在认为说马来西亚应该是怎么样的 应该怎么样跟马来人合作 跟印度人合作 恰恰就是这种思维 使到我们被攻击得很厉害 就是说你根本就是变成一个马来人 你带桑国 你去讨好马来人 没有为我们华人讲话 因为这个我说了 任何的种族 只要你喊这种种族 你马上就有铁票 这个也就是当时行动党一直攻击马华 马华必须要扮演这种柔和的角色 谈判的角色 协调的角色 就被视为是软弱的 强硬的高喊 我们华人受到不公平对待 什么等等的 这种角色被行动党去扮演了 所以马华要回到去所谓的政治 是不是要回到去说 我们来争这个华人票 就像马来政党争谁比较马来人 是不是我们要去争谁比较华人 这个年代也过去了 我们没有必要和行动党去争谁比较华人 所以我们应该继续扮演这种角色 所以509过后你没有看到 我们办太多这种和政治没有关系的活动 反而是我们过去一直在国会 我们虽然只有一票 卫加强 却在里面成为唯一的华人反对党的声音 他在里面也一个人扛着 对着这么大的一个政府 提出了非常多的一些政治的见解 当然也有很多人批评了 你反对党你还吵什么 为什么还要继续骂 你讲太多话了 什么什么等等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 没有因为这种批评而停下来 反而继续的努力 得到了更多马来人的认同 他的马来文的表现 他的英文的表现 得到了更大的认同 以前没有机会发挥 因为我们都是执政党 所以做了反对党 你可以发现到 其实马华也有很多这种人才 山羽的人才可以表现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算我们现在执政的 我们对政府的一些批评也没有少 我们也常常的开记者会 对于政府的一些政策提出 不同意的地方 批评的地方 包括过去的好几个 政府提出的SOP 我们也反对 到最后当然也就是在去那个里面 把它给纠正过来 所以这些事情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马华并不像以往的马华 我们没有 所谓的逃离政治什么等等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政治 如果你能够理解 政治它并不只是天天喊政治而已 当时马华在办终身学习 什么等等的这些 因为马华本身和华团的关系 非常的融洽 马华出了带领在政治里面 也带领着所有的华团商团 一起讨论很多事情的 常常我们都邀请华团给意见 给商团给意见 因为这些意见就是 作为一个华人工会 就是把它收集了 带去政府的体系里面 当然当时有提出了很多 手势运动 什么等等的 你可以看到 中国政府也提出同样的事情 光盘运动 我们要回到经典 这个就是当你成为政治力量过后 你有了政治力量 你要引导你的民族 走向什么地方 所以它其实是政治力回来的 只是说可能 大家看到这个 看到马华只做这个 一些大课题里面 没有发表很强硬的角色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落差 那么就很容易说 一批评马华逃离政治 这个印象就烙在马华身上 其实这些种种的 你现在看回头 马华在地方上的这种 工会 一些华团 一些学校 一些董事部 这些所有耕耘 地方上的这种工作 其实看起来跟政治没有关系 但是就是在政治上面 抓紧了继承的力量 所以其实这些 因为当时没有很好的去 去 去 阐述 使到民众有一种 我们逃离政治的感觉 当然也是因为当时好一些课题 没有很明确的表达 使到大家也认为说 好像就是 做一个政党 不去搞政治 反而去搞华团应该搞的事情 这种印象 他在线里没有看到 马华在这一方面 有太多的琢磨了 好 那么来一届大选 谁会是马华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呢 是行动党 还是公正党 还是你们的前盟党 民政党 可能民政党在国盟的旗帜之下 他也想要竞选一些席位 而且一些席位呢 可能就会跟马华的议席有中间 那么谁会是你们最大的竞争者 过去这么多年都非常明确 马华强大就是行动党衰弱 行动党强大就是马华衰弱 我们去到最高 那39席的时候 行动党剩下9席 今天他们去到42席 我们剩下一席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绝大部分交锋的选区 都是和行动党直接对垒的 当然有一些是跟公正党里面的华人对垒 有少数的是跟回教党 当然过去也有一些是跟布萨杀杜 所以非常明确的 在华人的这个选民里面 行动党还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敌对政党 非常明确的 那么来自大选有什么方式 把这一些行动党赢得的一席 把它拿回来 像我说了我们还是把目标放在五席六席 那么我们当然很希望说 我们非常努力的在耕耘 可以拿到十席 我们没有办法说一夜之间 抢回我们以前的光辉 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非常现实的了解 我们要必须从第一开始重建这个政党 这个政党失去了它原来的主要的动力 在过去的几节大选里面 所以现在要重建 每一个地方上的力量是需要一些更多的时候 所以我们说了 我一开始就说了 先拿下几个敲头把 让党的邻居力 党的动员能力回来 我们放眼多一两届的大选 来慢慢的使到这个政党 重新回到主流里面 那么过去在80年代90年代 华裔的投票都有一种说法 就是钟摆定论 就是这一期 这一届给马华 下一届就行动党 但是来到2008年 从2008年开始的三届 零八 然后五零 这个三零八 五零五到五零九 钟摆定论都拍不上用 都是一面倒 而且越倾斜 越来越倾斜 那么来届大选的 华裔选民的投票景象 你本身的观察 你在基层走动 你觉得说 会不会出现钟摆定论 钟摆定论其实在1995年过就被打破了 1995年 华裔大力支持 国正 1999年也支持国正 因为华人的支持而旧了国正 到了2004年 巴拉上台 更加大力的支持国正 所以他其实连续三届都在支持国正 过后就连续三届 如果你说钟摆的话 已经不是一届一届的 是三届三届 所以接下来会有什么钟摆吗 没有人知道 真的没有人敢说夸口 我也不会像林冠英这样夸口说 我们还是继续会得到华人的支持 还是会赢大部分的议席 没有人敢说 所以我们只能够很humble的 谦虚的回到华人社会里面 慢慢的重新耕耘 要一夜之间让华人重新说 我们拥抱码 我觉得这个太难太艰巨了 所以我们只能够非常humble的 能够拿回多少 我们慢慢的拿回来 所以能够赢回多少 一席我们慢慢的重建 这个是我们现在非常艰巨的 所以我们不只放眼这个大选 我说还要放眼多一两届大选 才能够重新夺回 如果马华能够再来一届大选 首先先不要去谈说争取 华人的认同 首先应该要做的应该是争取回 马华本身党员的支持 那么如果在 比如说在509大选的时候 如果马华自己的党员 支持回马华的话 马华应该不只是 剩下一席 应该会有两三四席左右 那么现在 马华工作的重心 就是备战大选的重心 是放在争取党员的支持呢 还是整体的这个华社的支持 我觉得两个都要一起做 不能够当然说争取华人 其实马华就是华人社会 华人社会就是马华 它是一体的 但是如果党员不支持的话 其实很糟糕 所以你可以看到出 如果党员不支持 证明整个华人社会不支持 它不会出现一种说 党员非常支持你 但是华人社会不支持你 不是的 马华的党员 马华的党员基本上就是 华人社会里面的一份子 它不认同你 如果华人社会不认同你 就等于党员不认同你是一样的 所以这马华党员对党也没什么 效忠度 可以这样来理解吗 应该理解说 他们认为说 马华是华人社会组成的 所以不像一些说 我有坚定的支持者 跟华人社会 跟一党就不同 跟一党不同 一同就是 可能是真的是 以党主席说了算 就算其他人怎么骂 总之是我的党领袖说 这个我们就从这个 马华党员不是这样的 马华党员就好像说 为什么我们在处理华人 华文教育的事务 和行动党员有这么大的差别 为什么他们出现这种 找余文啊 或者打压拉曼啊 什么的 为什么在马华不会呢 我在很多场合都解释过 如果找余文的情况 是发生在国阵的情况底下 他基本上没有机会 出道去外面 就在党内就kill off 像这样的议题 我做过教育部副部长 任何的教育的一些课题 在民众还没有知道 媒体还没有知道 情况底下 马华党员先知道 因为董事长是我们的 很多朋友 学校里面的一些校长 跟我们的关系很好 当然我们自己是教育部了 所以很多时候 只要那边一有声音出来 我们在中委会里面 如果你处理的不好 就被围剿了 你去到马华中央代表大会 如果你事情处理的不好 你就成为剑靶 那个批评的力量 是非常的激烈的 所以以前当官的在上面 并不是摇脚坐在那边的 是战战兢兢 你处理不好事情 只是被中央代表批评到非常厉害的 很快可能就下来了 所以党内的体制 基本上就是华人的一个非常 直接的反应 马华的很多党员 也是很多华团的领导 各华团领导 基本上跟我们的关系就非常好 所以这些 无论是社会的课题 文化的课题 商业的课题 种种的课题 也第一时间在马华的 这个结构里面就处理掉了 所以 当然也很多人说 哇内部协商越协越商 其实你可以发现到 马华做了很多事情 外面的人不知道 所以 这个是马华处理事情的一些 一贯的手法 就是我们要把事情有效的 给它处理掉 所以在宣传包装方面 就比较落后了 以前的情况可能还好 有了社交媒体过后 就被打得一面倒 就是 你只听到对方的声音 听不到我们的声音 所以我最近跟一些马来朋友 找我们吃饭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 马华做这个 我说我们都有在处理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就是 AI 在你的手机里面 如果你在十年前就开始 like行动党 公正党 或者其他 他们的言论 他们的外避 你在追随 你几乎过去的十年 是看不到马华的 的新闻的 因为你一睡醒 沉下去了 对你一睡醒 它自动的就会fit你 你喜欢看的事情 所以你看来看去 只听到一边的声音 听不到两边的声音 所以这个就是 在现在的这种 网络战里面 马华处于下风 因为我们起步的慢 所以第一批的这一些 现在中生代 已经是完全 过去的十年 可能更早十五年 就已经在 反对党的这种 影响底下了 所以很难打进去 我们虽然有很多事情解决了 做到了 但是他们都听不到 看不到 叫你们把目标放在 现在中学生 应该要有 更下一层 更快的去经营 更年轻的一步 这个是未来的 战争里面 需要突破的一个 很重要的框架 OK好 这一期非常谢谢你 超过一个小时的分享 谢谢你 也祝福你 好 谢谢